嗨 我是唐喜阳 我的口头禅就是什么时候看什么电影 在这个巨蟹横跨狮子的月份 尤其是水星现在在狮子座停滞又逆行的时候 来回顾一下家庭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那是再适合不过了 把哥哥配合可以吗 这部片子它就是泰国模范生那部片子的团队所打造的 而且票房居然超越模范生哦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名不虚传 因为其实很多电影圈的人在讨论兄妹关系哦 都是把他轻轻带过 一定是兄有弟公或哥哥一定保护妹妹 或者是他们的冲突就会很浮面化 但是这部片子不一样 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起鸡皮疙瘩了 你是认真的吗 你真的在讨论兄弟姐妹关系的这件事情 所以有兄弟姐妹的人一定要来看看哦 你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这部片子说出了你的心声 原来兄弟姐妹不只是互相友爱 这当中还存在着比较 存在着竞争 存在着很多心理的黑暗面 那如果让你遇到了一个好优秀好优秀的兄弟姐妹 然后你心里很不平衡 你会怎么做呢 这部片子我也看到了天王星的影子 天王星呢它是带来奏变的一个星星哦 而且每七年经过一个星座 所以如果你跟家人有过不去的时候 或觉得他们为什么每一个都变得好奇怪 那很可能就是天王星引起的加变 但是当七年过后 这颗行星离开 可能你们又有机会重归于好 但是这时候心态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这部片子的编剧虽然不是占星诗 但是它掌握了这个天王星的精髓 非常感动 有笑有泪 推荐大家来看这部 把这个推货可以吗 7月20号上映